安德烈德朗 德朗生于1880年,15岁开始自学绘画 18岁时认识马蒂斯而开始受到马蒂斯绘画理念的影响 1899年,19岁时在火车上偶然认识了另一位后来野兽派的药角 23岁的弗拉明克 二人都发现他们有共同的绘画志向 1900年,他们共用同一个工作室一起画画 一年之后,德朗去当兵了 这段期间,德朗将弗拉明克介绍给马蒂斯而加入了野兽派 当然了,当时还没有野兽派这个名字 1904年,德朗退伍之后,就读马蒂斯读过的朱利安学院 1905年夏天,德朗与马蒂斯共用同一个画式创作 并且一起组织画家,参加了著名的秋季沙龙展,而形成了野兽派 德朗在几年之后,创作风格剧烈改变 转向研究后期印象派,表现主义与古典风格 算是离开了野兽派,而另外发展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自我风格